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纯尼LTRI以及各厂商的一个拍照一个对比实际的表现效果 摄影机 好的 基本上我们在整体上可以一目两张的看到 除了三星的自家屏幕SuperModel系列以外 都相对来讲颜色有点偏 小米的颜色有点发黄 效果不错的是iPhone 但是iPhone的展现好像过于亮白了 无论是色彩 还原还是细节表现 索尼LTRI的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下面我们来一对比 首先我们来展现跟它对比的是 目前比较火热的一款国产手机 小米手机 小米手机搭载的也是一颗800分像素的一个摄像头 同时分间率采用了800x480的一个级别 而且屏幕的材质采用了下谷的ASV技术 我们来看同样是日系厂商 究竟是Shop的屏幕给了一些 还是索尼自家的Bravia更给了一些 明显的我们来看到 就是索尼LTRI的屏幕的亮度 要强于 夏普的这款ASV的这款屏幕 加上索尼LTRI拥有独家的一个 魔力亮屏的一个技术 我们注意关于白色背景的一个还原效果来讲 都是要优于小米这款手机的 下面是比较火热的摩托拉拉的刀锋 刀锋是摩托拉拉在去年年底发布的一款热门的旗舰手机 考虑到省电的功能也是搭载了C Pro Mode Advanced的一款屏幕 分辨率也是达到了QHD的一个级别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屏幕有一些偏冷色 而且对于光线比较暗的地方展现的细节 锐度不够 下面是比较火热的三星的Gaz2 这款手机是目前最火的安卓手机之一 由于搭载的是魔力的亮屏 魔力屏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屏幕的整体发蓝 发偏冷 所以整个的色彩还原并不是很准确 但是拍照的细节相对来讲控制的还是不错 看关于照片中的红色的对比 明显的一个色泽还原是不是很准确 iPhone拥有一块3.5英尺的Retina的一个高清的视网膜的屏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去拍的一个照片来讲 屏幕展现的效果